晨光小雨陪你走过整本圣经 谁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后半段 从41节开始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一起要来看到什么是生命的粮 我们知道食物是我们身体的粮食 那什么才是生命的粮 什么就是我们心灵的粮食 是我们的灵粮呢 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主题 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教导这些众人 不要因为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 只想到耶稣这边来求肉体的粮食 而是引导他们要追求属灵的粮食 通常我们都说灵粮就是指神的话语 但是在第六章里面 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就跟大家讲说 不要整天就想着要吃什么 喝什么的 这让我想起前阵子呢 因为回到台湾必须要在防御旅馆里面隔离 隔离的那十天里面呢 都会有送三餐过来 所以我就发现有时候呢 就是吃完了早餐 没多久呢就想着要等着吃午餐了 午餐吃完没多久又想着晚餐要吃什么了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呢 我们就常常就想着要吃什么喝什么 但是呢耶稣提醒我们属灵的更是重要 那我们看到在第41节就讲到说 耶稣呢他在前面说 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 我是生命的粮 很多犹太人就开始质疑他 议论他不相信耶稣是从天上来的 他明明就是我们大家看着他长大的 为什么他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呢 但是呢耶稣在47节里面讲到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也就是相信耶稣的话 就能够有永生了 相信耶稣是从天上来的 他就会永生了 相信耶稣是生命的粮 就能够得永生了 接着他就讲到说 我们祖先里面有讲过这个玛拿 这个玛拿是天上降下来的粮 但是呢他们吃了还是死了 也就是呢 这个玛拿虽然是天上降下来的 但是呢不能够叫人得到永远的生命 不能够叫人得到生命的粮 也不能够来供养人的灵 只能够供养人的身体 但是神有预备最好的 就是叫我们灵里面 能够得到供应 叫我们灵里面能够得生命 这个呢就是耶稣 他又继续的讲到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哇居然讲到说 这个生命的粮就是耶稣的肉 然后呢又讲到说 我实施在家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哇这些犹太人就想说 哇怎么要我们吃他的肉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呢就有一些攻击耶稣的人 特别是罗马人啊 就说这个基督教是吃人肉的异教邪端 但是呢当我们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 都不能够用物质的层次来理解 要有这个属灵的层次来理解 所以耶稣所讲的是属灵方面的事情 不是指这个物质 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要去吃耶稣的肉 而是在灵里面要去靠耶稣而活 所以呢接下来耶稣就讲说啊 你们若不吃我的肉 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哇耶稣呢非常强调啊 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真的是可以吃可以喝 我的肉我的血的 那这个呢总是让人难以理解啊 那要怎么样吃耶稣的肉 怎么样喝他的血呢 其实呢就是要相信啊 耶稣他的肉是为我们舍的啊 血是为我们流的那他的牺牲啊 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啊 让我们信靠耶稣得永生 所以简单的讲呢 吃喝耶稣就是要领受他在十字架上舍命 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啊 所以我们相信了耶稣十字架的救恩 就是吃喝了耶稣了啊 就是与耶稣联合了 就是得到了耶稣的生命了啊 因为耶稣就是生命啊 然后呢他讲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领受相信耶稣十字架救恩的人呢 就藏在基督里 基督也藏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接着呢 就讲到说 这个能够相信耶稣的啊 就可以永远活着啊 不像这过去呢 吃过马拿还是会死了的 然后呢 这个 这门徒呢 他们也是不太理解啊 耶稣呢 就继续的跟他们来讲解 他说啊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讲到 其实呢 神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了 所以呢 我们要吃喝耶稣 其中有一个意义呢 也就是要吃喝耶稣的话语 所以呢 这跟我们一般所说的 灵粮就是神的话语 也是不谋而合的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 这是 很多人呢 这本来是跟随耶稣的 这些门徒呢 后来就 因着耶稣讲的这段话 实在是难以理解了 他们甚至呢 就退下来了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跟着离开吗 然后彼得就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所以我们看到 彼得呢 又再次的讲了这一句 信仰告白 非常有名的 就是在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总结 就是吃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领受耶稣十字架的牺牲跟救恩 第二个呢 其实呢 也是预表着圣餐 圣餐呢 就是吃耶稣的身体 喝耶稣的血 然后呢 第三个 也有讲到吃喝耶稣呢 就是吃神的话语 就是读圣经了 相信圣经 那最后呢 他更实质的意义呢 就是常常跟耶稣联合 让耶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与耶稣完全的联合 这就是永生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常常就想着 肉体的食物 想着要吃什么 我们更是要为我们的灵里面 要来饥渴 要来真是信靠耶稣 要来领受圣餐 要来读圣经 相信圣经 要常常在基督里 与他联合 阿们 阿们